如何由屯門站坐小巴去大腦請教所、大腦女請教所或小腦精神病治療中心 屯門地鐵站E出口即是VCity商場的出口 出了閘後向右走,見到一條天橋,穿過天橋進入VCity商場範圍 沿著商場店舖一路走 會見到有向不停車場的指示牌,即是方向正確 到中庭位置,我們的目標是右手邊的扶手電梯 搭扶手電梯下一層,走向左方的玻璃門離開商場 繼續前行直到見到紅綠燈 我們要過對面的馬路 過完馬路後,向右轉 之後一直走 就會見到小巴站 我們的目標就是這裡 這是小巴線第二個站 而對面就是剛才的商場出口 小巴的實際到達時間和時間表所顯示的時間有嚴重的落差 一定要早點去到小巴站 因為半小時才有一班車 在屯門地址站,坐小巴去到大南程教所 大概需要半小時 途中會經過小南精神病治療中心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這裡下車 小南精神病治療中心並不是普通的醫院或監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網找資料了解更多 經過小南精神病治療中心 很快就去到大南程教所 這裡就是大南程教所和大南女程教所的外圍 如果要進去大南女程教所 下車後還要走10至15分鐘 裡面是嚴禁拍攝或錄影 大家切勿以身示法 門口有椅子 可以坐在這裡等車和休息 注意有蚊咬 我今次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你了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